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选股黄的时间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视况 美股连续两天大幅反弹 市场对加息的预期稍微降温 即使今早亚洲时段美股期货开始有回调 但无助今早港股急弹 恒指今早高开了超过7-8点后反复向好 近半日高位收市 收报期18,013点升了933点 升幅超过半成 大股的成交半日有584亿 相对来说不算是很暢黄 主要是内地A股仍然优势 缺乏了北水的买盘 科技股和汽车股的升势比较明显 亚里微团今早上升8% 顺羽升8% 比亚迪今早上升1成 另外内需消费股也是偏好的 例如李宁今早上升9% 可以自家升8% 内房和物管股上两天的表现比较强劲 但今早上升9% 而能源股今早上升9% 根据不上大股市 港股今早上升9% 明显是夹淡仓 但相信在急升后很快 有一个反复的阶段 落后股份可能会成为炒作的对象 看到刚刚提过外围 美股急弹之后 已经出现一个小型的回调 也要留意港股是反复的 有机会有一个调整之后 再反复试试一些高位 恒指今早上低位大于17,700 就成为短线的重要支持位 如果后市仍然会炒回一些跌得比较急的股份 即是出一个追落后的话 其实新银元股有机会成为追落后的对象 今早早新银元股表现不算太突出 以新特1799的表现比较理想 公司的业务持续发展 早前跟商量贵材料公司 签订了一个多精规的战略合作协议 对于未来业务持续发展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保证 走势上 新特今早上升到17元以上 短线来说有机会回调之后 有能力上市18元甚至18.5元的水平 入市使用今早早的低位 大约16.7元作为止损位 今天就和大家看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